我们现在是在七号馆马可波罗展馆的一个会议室 因为是飞驰公司陪他们的马甲在这个里面 这个飞驰又是陪国宏的马甲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现在找到飞驰客车跟马可波罗派 因为这次前几天我们跟那个七号的技术 那些媒体和国内的媒体讨论到这一届展规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 他是欧洲人讨论的是七燃料的车 中国公司我昨天的那个报道当中说 我一家中国公司撞大鱼 其实到今天来发现里面也撞大鱼 就是说有两家中国公司展出了两辆小鱼 就是说因为前两个媒体日当中做新闻发布的经典 有33家 其中大概十六七家就是过半的都有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都包括欧洲的主流产品 就是说呢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就是想到在那里 在欧洲推清 而且是以整车的这种形式来做 因为今天在听那个ZEB的那个会议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另外一家德国公司 在介绍这个秦燃料的参与部署当中 如果拿中国的这个佛山的案例 拿米通的课程做案例 说中国已经N多了 而且在那个整个会议上 但是马上就觉得中国在这个电动化走得很先进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中国这个新的这个产品 当中就是电磁电动竞争以后 现在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结果 我想听听你们就是说是 因为进入市场一定是大人的研究 说说你现在还刚好和实力又潮流 赶上浪潮流 是的 非常感谢教授 你这个机会 那就像教授讲的这样子 国宏它是国内龙头的燃料电池企业 那么飞驰呢是咱们国内龙头的新能源整车厂 所以呢国宏和飞驰呢是这样的一个紧急来去推动国际市场 那么马可多罗呢也是机缘巧合 这个主要是源于作为我们国宏 我们是去年年初定的国际化的战略 那么定了战略之后呢 看了一下这个全球的清冷发展的市场 我们认为欧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主要是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整个欧洲市场它对清冷认身相对是成熟的 大家大概都知道清冷它在交通铺 可以说到什么样的功能 那么在 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今天听到的那个讲了三点他们讲的 第一点就是强调了它的所谓的这个 最后再讲到那个所谓的续航旅程 可以到500多公里就是在这个当中可以 就是最后的一个特征 中间的一个特征就是讲到它的那个 这个这些就是一二三当中 跟我们以前国内讲的那个优势稍有不一样 就是欧洲人 因为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在谈到那个 戴木勒那个清燃辆车的时候 因为欧洲人还有人拿所谓的电量消耗来做 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一个终合性的观点 他们认定清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从政府和产业的内部度来讲 也是比较成熟的 那么欧盟其实有很多在这方面的一些有设计的基金 那么促使它这个产业 你们了解很透色 那么第三个层面呢 就是从国宏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内进市的源头 市场占入于第一 所以我们整个的集团评估 也是到欧洲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来 也是比较匹配的 所以基于影像原因 我们就是把欧洲作为一个重要的点 那么怎么在欧洲第一次亮相呢 那我们就选择了在欧洲跟飞驰啊 然后马克波罗啊 还有我们的其他合作 还有阿勒巴士啊 我们一起来认出欧洲第一款清冷的coach 清冷大巴 因为这个是在当时欧洲实际上是没有的 而是我们填补了一股白 那么我们是以一个international player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仅仅是中国主台 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融入到国际这个舞台上 然后跟小马克波罗这样的一些国际品牌一起合作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image 那么在IA2推出了 你刚才看到的这款欧盟有欧盟认证的第一台清冷的coach 那么当时推出以后 反响也是出乎意料的热烈 好 这个我打到你一点点 就是说是在我们来理解啊 我是个看客 就是说是你讲到你到欧洲市场 在我来看来讲 你找了一个南美的公司 到欧洲来做这个清燃料 就是说你判证的是这个清燃料 那么你一个中国公司找黑碳的麻料到这边拿 对对对对 那么从我们觉得这个有点 就是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说是这个费减 因为你也判断了 就是说是中国公司其实进欧洲史上有两个路径 是 第一个路径就是自己来 我们现在的外交换我们说 金融客车 宇宫客车 中心客车 而且中东客车这次呢 在这个新闻发布 讲了第一 两个观点 第一 我把新产品带到东国来 第二 我在当地要找合作伙伴 这超出我想象 中东是吗 中通客车 中通客车 这个我是帮他做宣传的 但是我就是讲 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做好事吗 他的路径就跟你的路径就不一样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路径就是说是 我直接在欧洲 欧洲单地的公司 当然我说不说马可波罗不好 关键毕竟来讲就是说是 欧洲人你也知道有个传统 所谓的本地化 你一个南美的公司到这个地方来做支撑 如果讲技术渊勉 马可波罗还是过去他们支持过来 你又反过来 还是有中国这种味道 虽然说欧洲人讲市场竞争 讲公平 讲规则 欢迎你来 土耳其人来了 埃及人来了 印度人也来了 他都欢迎 那就是说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技术路线 您您谈的这个 真的特别的对 就是 为什么我们是 选择马可波罗呢 那首先呢 有两点原因 第一个就是时间上来讲 我们去年年初定的这个战略 那么去年9月 快速实现 对 去年9月就要把这款车推出 对 马可波罗呢 马可波罗呢 他在国际上来讲 算是一个老牌儿 整个车身平台 对 对 所以他其实也是有一些影响力的 之前也在欧洲有过自己的车厂 对 对 所以呢 综合选择呢 我们是选择马可波罗 第二个 这台车也是有公众元素的 就是我们有些理工件 是从比如说像 丹麦的丹佛斯 那边来去合作 所以他综合就是 在我们要实现去年的 去年那个借转的目标 时间啊 可行性啊 各方面综合来讲 所以是车身选择了马可波罗 对 而且他们对轻能这块的认知也是 认为这个车是值得做 值得一试 对 我们再讨论一点点 小小的所谓的这个 就客车发展这个技术啊 从传统的柴油车 到电动车 就是电池电动车 到下一步的所谓的氢燃料车 其实感觉上就是动力在发生变化 其实整个车辆的行驶也在发生变化 比如说像电动车当中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电池跟这个整车结构 它要拍刻到这个底盘下面 对城市公交车来讲 它就完全融合在一起 那么就是现在是轻 因为轻要用器官 那么器官的这种高度 要拍刻到那个地板下 基本上不现实 那就可能就拍刻在上面 拍刻在上面当中 那么就跟整车的这个结构当中 又有一些特征上的这种变化了 再加上你的底板 有电机驱动以后 那么这个结构都在变化 这个呢我也在帮助 再试图的来分析一下 因为其实这时候也存在一个就是说 氢燃料车 不管城市车 还是这个客车 它应该就有两个什么 又有一个新的竞争 就是基本车型 或者叫做基本模式 怎么来定义 以前我们都很多的都很简单 把电池所谓的发动机扳掉 电池上去还是老结构 现在你觉得已经奥特了 第一你说我驱动了 能鞭 能鞭 它提高它效率 至于电源怎么来 电的布置 又跟车身结合又布置来 就是说是 马克波特主要是做一个车身制造商 它是在传统的卡车底盘上做的 那么我个人就觉得 这个怎么要让车身底盘融入一起 你都玩到这个熟练的这种程度 那么你的这个车型才是一个叫做新的时代的新的产品 我还没看到 至少说到目前为周恩来讲 这个注意一点点 奔驰应该算一个样板 因为奔驰不关心电池电动车 虽然它有一个电池电动车 那就完全是应对市场 它做那款轻的那个车 这样千年在中国奥运会做了一个秀 但是它现在是第四代了 第四代了以后 我觉得它基本上电力了一个模式 所以说我讲 如果你没有时间可以去观摩一下这个轻的 如果讲到这个轻的巴士 本身这个奔驰的那个特车 在欧洲也算所谓的一流 现在它在这个燃料电池的这个方面来讲 一二三四代 它应该是我想可能是一个界限的 如果我们就燃料电池的公交车这部分 当然你们现在目标是客车 那么客车就跟那边那个原来又怎么比 因为你毕竟如果你占了行李舱 按照欧洲标准你的行李舱没有了 那你就是要评等级只能评两颗星了 就评不了四颗星了 谢谢 我觉得交车真的是特别感恩 有机会跟您交流 我其实就是翻门动作的 你们是专业又是投资人 一定会跟我们想的更多 我只是一个看的客 您刚才说这个就特别的对 我们正拿这个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拿刚才您看了这款扣事来说 确实是您看这个清瓶清冠 我们现在放在下面的 那么为什么放下面呢 因为去年作为推出的第一台 那很多的OEM 很多的Bus Operator 欧洲的呢 他可能还没有接触过 所以我们是拿这个来给他们解释整个是怎么运作的 你看不到它的主要的部件构成 对对对对 所以您看 请看这个咱们这次Bus Operator 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轻能的Bus也好扣水也好 但是呢 他们都是关着的 但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打开的 他就是拍客就是已经很完 就是说他跟整个车是融为一体的 对没有就是就是我们是一个 展示 就像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一样 就是给这个行业告诉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在我们今年就是拿到的以色列的第一台清冷的扣水订单呢 里面呢 这个设计就已经像您说的那样子 OK 定型了 对下面就已经有Lugage Space 然后墙加的都到了这个路上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能源车比较有意思 就是它是可以Customize 它是可以去定制化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欧洲想推出的 其实也包括公交车 只不过就是我们是来这种客车 想把自己的品牌订阅一下 大家知道博虹是谁 博虹是有这个能力跟 international 一些 brands来进行合作的 对 就是这个最初看到的就是 印象最深当中大概是十年前 欧洲人讲到这个新能源 那这个车当中从来就没有把中国的那些电池电脑车统计在位 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概念当中的新能源就是说 新燃料车才是新能源车 所以说这个这个讲我们讲在语言体系 中国人的语言体系跟欧洲人的语言体系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会看得到欧洲有N多的这种说法 现在为什么用零排放的巴士 这就是在欧盟的那个所谓的可持续出行这个政策下面 清洁空气这些法案当中定义了一个 应该是法定术语 但是你会在美国就是用的选择 选择燃料 它就包括了就是天然气这一类燃油声 电池氢 它都在又在那个概念当中 说美国人的语言体系又不一样 说中国人的那个所谓的新能源 它就主要的就是电池变动 这就是说这个 说是我们就一定 作为一个专业来讲 一定要说所持的目标是一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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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们先到现在来来考察 还发现中国有那么大的强大的势力 没有没有 我悄悄的已经进到了这个欧洲市场 我刚才跟他们说 就是说我们统计 12345 参加的国内的这个展商有六家 中国公司 我说把比亚迪算外 那就只有 只有我们的家 如果就是再把理论算上 把斯隆文利算上 那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欧营业 quedan 那时候有八家,你们只是说是没露脸吧,有的就是公司它也没露脸,还是贴在欧洲的招牌,但是当然都是中国控股,或者说中国代工,当然这个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你们应该笔清楚,一大十公元,也是在那个最早过程,也是中国代工,但是它现在已经是三两一,就是它二两一, 这一年以后就基本上帮中国就,就中国的要素就基本上就淡化了,就是基本上就不是我是公司,它从开始就是它是欧洲公司,但是呢,前两个两代车都中国公司帮不做的,但是它第三代做符合材料以后,我估计符合材料还是中国公司做的,但是它就完全号称是它自己做的,而且它还用了一个点六,就是引领, 能源消耗的那个,这个最高标准,百公里0.6,这就是说在欧洲讲的,电池电动车,我们国内还达不到。 这是我个人看的,就是这个其实到欧洲中国的这个制造能力,或者这个产品的能力,在这个当中有竞争力,就是你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那种市场规则,我昨天还有第二天就有个感慨,就是在欧洲整个优雅的做生意,就刚才是电脑里头,我们说那位小姐那样一个演讲,真的是让我感慨。 我觉得配合就是说,中国公司,包括中国业,中国业严肃,中国业严肃,让大家一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值得真正,就是,大家做商业伙伴,就是没有感知的信赖。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公司的将来,下一次的就是说,在欧洲见到你们,也有那么大的展位,也有一个新闻发布,我们也来跟你们战卦。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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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